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倩哥 今天的视频是和大家来分享日系好物安逆 如果大家对这次视频感兴趣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第一个和大家说到的就是睫毛打底 来自于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我为什么又把它拉来再说一遍 阅读爱用物分享过,年度爱用物分享过 日系好物分享又把它拖进来 因为它有足够的含金量,确实那么好用 那我为什么又再说一遍啊 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美妆讨论群里面 大家就在问 就是,睫毛打底一定要买吗? 可不可以只刷睫毛膏啊? 然后,为什么要用睫毛打底啊? 那今天来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睫毛打底啊? 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呃,睫毛打底呢,你可以选择用 也可以选择不用 不是一个必须要必备的彩妆单品 为什么要选择用睫毛打底呢? 就举个例子 像我这样的人啊,我平常的睫毛呢 是这样的,你知道吗? 一般人是这样,我的是这样,就很塌很塌 好不容易用睫毛夹,夹翘夹成这样的 然后我用刷子一刷,睫毛膏一刷 一把恢复原样,你知道吗? 马上恢复原样了 那我用睫毛打底呢,它有很大的程度 能改善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刷了睫毛打底以后呢 我的卷翘度可以维持在15个小时以上 在我的眼睛上面 就我自己测的,能达到这么高的翘度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必要 那为什么我说,就是没必要买呢? 如果你买的睫毛膏是带纤维的,卷翘程度够 那睫毛打底的话,它就是多此一举 那举个例子啊,如果你用Kissme的睫毛膏 挺好用,挺卷翘的 那爱杜莎的睫毛打底,你就不需要具备了 对,像睫毛打底呢 是用来拯救那些非常不好用的睫毛膏 非常不好用的睫毛膏 不是所有的睫毛膏 爱杜莎,睫毛打底都能拯救的 但是基本上,90%都能拯救的 那市面上的睫毛打底 我用到的大概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干的,一种是湿的 干的,比如说Kate的睫毛打底膏 类似于这种,里面是带纤维的 这种带纤维的,它是那种白色的毛毛 我个人不太喜欢用这种 就飞的到处都是,尤其你心手不太会 掌握的时候,然后一不小心弄到眼睛里面 像我眼睛比较敏感 还会狂掉眼泪,一旦有异物很难很难受 所以我不喜欢用干的睫毛打底 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爱杜莎这种 它是湿的,湿的里面 有颜色混合纤维的 刷在睫毛上面很单独 就是挺鲜长的那种感觉 比较自然裸妆 但是它不够黑 黑的话,我建议大家搭配纤细的睫毛膏 一起使用,效果会来得好很多 好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 根据自己的需求 诶,有没有这样的困扰 根据你的困扰来选择双品 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 我准备开始脱毛了 脱毛呢,我手也脱,夜毛也脱 夜毛呢,嗯,就比较尴尬,比较汗笑 就不给你们看了,就看手部的,或腿部的 好不好,那我会使用呢,是这个 Venu Snivel它家的脱毛膏 长这个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毛 很长很长 我本来想给大家脱夜毛 但是我觉得夜毛在视频里面展现也太尴尬 所以我们就来脱腿毛 这是我的腿毛 我感觉我手毛也挺严重的 要不然手毛也脱了吧 给大家看一下吧,这是我的手毛 这个头是海绵头 打开以后就直接涂没 用量呢,你把毛盖住就好了 等个十分钟以后呢 直接用纸擦拭 你一擦拭就可以把这些小卷毛 这些都是你的毛 就可以擦拭掉了 不需要用那种刮毛刀 然后刮板啊什么的刮 用完以后呢,海绵头 你不用清洗,用纸擦拭一下就好了 那身上的皮肤的话 我建议还是用水冲洗一下比较好 那这个脱毛膏我的用量呢 还是比较少的 然后整支膏体它很大支 可以用蛮久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啊 三点,第一点啊 非常非常突出的 就是它有淡淡的香味 这我不点名 是我之前用过的一款脱毛膏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难闻 就你一涂你就要被熏晕了 就那种,你发店里面用的那种 涅滋斩发膏 还是柔顺剂 还是直发剂的那种味道 特别特别的难闻 那这款的话它是有味的 但是它的味道比较淡 是淡淡的清香味 第二点的话就是它有一定 一致毛发的作用 一致毛发呢 不等于你的毛就不长了 又不是什么神丹妙药 因为经常某书上面 夸得神乎其神 用了什么,就怎么怎么样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一致毛发不等于你的毛发不长 它还是会长的 只是长的速度呢 会相对以往来说慢很多 那我使用下来呢 大概就在半个月左右呢 你这个毛发就开始 会冒那种黑色的小妆装出来 但是冒出来的毛发呢 它也不会是扎手的 不管是我的手也好 还是我的腿毛也好 都不会扎手 第三个 痒的这种感觉来没有 在我的身上并没有出现 我没有出现 不代表你不会出现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啊 就看了我的视频 你想买 或者是你想买脱毛膏 一类的产品 一定一定先测试一下 你自己是否会过敏 那在我的身上的话 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哦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 KAMAK的腮红 我的色号是PW38 这个色号是一个很火很火的颜色 好像是一个限定色号吧 然后它的话 我这个PW录了三遍 给大家看一下 就呃 就成这样的 你知道吗 分开了 我并没有对它 进行太多的暴力啊 我不是拿在地上摔了成这样的 我只是打开的过程中 它就变成两半了 我是个女汉子 但是我呢 平常打不开瓶盖 什么盖都打不开 但是这个一掰 它就成这样了 这这样要和大家说明呢 就是日系开架的产品呢 它的包装不是很好 比较年价 比较像玩具 包材不是很好 不要有太多期待 但是做的还是比较 适合女孩子的 什么蕾丝花边呢 小蝴蝶结呀 都是很符合女生的 然后里面有印花 这个颜色的是紫红色 从理论上来说啊 就黄色啊 黑黄皮 不太适合涂这种紫色的色红 因为黄色的补色是紫色 然后搭在一起就 不是很好看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就能get到我说的这个观点了 红色大红色配大绿色 就不是很搭 但是呢 它这个颜色呢 它的饱和度啊 显色度不是很高很高 它是偏暗掉偏灰掉的 一旦按下来 诶 它涂在脸上就很适合了 再和大家举个例子 一样是红色 一样是绿色 配在一起就好看 比如说粉红色 配粉绿色 那种马卡龙的颜色 诶 它搭在一起 它就和谐了 因为它的明度下降了 那这个颜色的话 它里面有灰度 诶 加了红色在里面 整体就往下沉 往下沉 涂在脸上的话 它就很显气质 粉质来说啊 在开架里面 我觉得它做的很不错啦 一晕染一晕开 上面效果 也挺显气色 感觉人还挺活泼的 春天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颜色 用来拌嫩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 腮红还是腮红 这个牌子叫做 什么 我不会 CT 假装它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 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它有盖子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那个收到的时候 少了一个盖子 然后你可以把它 组装叠在一起 这个呢 就适合你出门的时候 比较方便 这样 如果我觉得它又是有 有一个双色眼影 再叠在下面 就很方便了 然后它是这样的 感觉有点像Color Purple的单色眼影 有没有 就只看盖子 特别像Color Purple的单色眼影 然后它的这个腮红呢 它这个质地呢 就比较不一样了 为什么把它搭拎出来说 是因为它这个腮红呢 这个粉的这个颜色吗 感觉是不是 哎呀 银光芭比粉 胭脂粉 哎呀 愁死了的粉 但是这个颜色它上脸的话 它就是鲜粉的 就是好看 就芭比粉 涂在谁的身上啊 涂在芭比的身上啊 芭比的话就是可爱 你知道吗 那这个颜色它涂在你脸上的话 它就是好看的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块 它就是显嫩的那种颜色 如果你个人就不太喜欢这个芭比粉的感觉啊 那你还可以搭上它的腮红膏 这个腮红的话它总共有三个色 然后有一个是偏那种性逻辑的 没有钱的 找了几家店都没过 那我就买了这个 还有一个是这种斜色的腮红 这个颜色呢是偏紫色的 但是目前相机来说 拍出来偏红 我现在补上 我用手机拍的图啊 我一定补上我用手机拍的图 然后它是腮红膏 两个扒在一起 哎 它就好看呢 而且这个腮红膏的质地很奇怪 就是你摸的时候很润很润 但是你一涂在手上 它就变成粉状的了 就立马变粉状 但是相对于它这个粉状的腮红来说啊 它腮红膏 晕染度没有腮红 勾粉来的好一些 但是它两个搭在一起 就是你先抹完这个 然后你再在这个 然后你再稳涂 涂出来的颜色就很好看 很好看 那这个的话我建议大家用海绵蛋来上妆 然后像膏状一类的腮红类的产品啊 建议大家在定妆之前上 就比如说你用完粉底液以后 然后你再用腮红膏 腮红粉 然后再定妆 对就这两个 用在粉底液之后 大家一定要记住顺序啊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口红的部分 唇釉的部分 然后有四支颜色和大家分享 那我会在开始之前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唇釉的特征和质地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看我的弹幕和评论 都会有因为不了解产品的质地和特征 然后没有选择对啊 或者是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和大家来说一下 我个人认为呢 唇釉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种是滋润的 第二种是哑光的 那滋润的 上面再细分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沉默的 一种是不沉默的 那不沉默的再细分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漆光唇釉 一种是唇蜜 唇蜜的特征的话 它比较有黏着感 然后覆盖腻比较差 如果你的嘴巴呢 是花唇 然后会有色或者是深唇 那唇蜜的话 单途不适合唇色深的人 然后唇上呢 有镜子的人 那比如说我 我的嘴巴的话 就竖唇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花唇 外缘深内缘浅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镜 那我这种就属于花唇 那我的话 这种就不是和涂唇蜜 涂唇蜜的话 盖不住啊 看起来嘴巴还是长长的感觉 那漆光唇蜜的话 它不沉默 然后呢 它也会有滋润的感觉 根据品牌和产品来说 滋润的程度不等 诶 有的可能就六分滋润 有的八分 有的四分 根据产品来说 那镜面唇蜜的话 怎么判断它是镜面唇蜜 让它涂在你的嘴巴上 一些好的装品呢 大概就在半分钟左右就沉默了 可能稍微差一点呢 一到两分钟左右 它就会沉默 你把它涂了以后 静置两分钟以后 你清你的嘴巴 你清你的手 然后你看你的手上是否有染色 然后如果没有染色呢 它就是会沉默的 怎么判断啊 就是那手上你清了以后呢 有一层类似于 你把润唇膏涂在手上的那种 透明的油脂 那种就是沉默的 它要是带了颜色啊 就跟手臂四色一样 涂出来是这样的 你清了以后是这样的 那就是不沉默 那接下来要和大家说一下啊 唇蜜 我手上的唇蜜 还有我遇到过的唇蜜 都是黏头发的 只能说它的黏着度 高一点 低一点的区别 而且区别不会太大 都是黏头发的 所以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 大家不问我 黏头发吗 就唇蜜 有不黏头发的吗 如果有 欢迎大家告诉我啊 有可能是我 就是近时的妆品比较少 任时比较轻薄 所以还没有遇到说那种不黏头发的唇蜜 如果有的话 大家一定要分享给我 那好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之前要试色的部分了 色号是CT2 这一支颜色的话 特别特别适合春天来涂 就它怎么说呢 它是一点偏紫红的颜色啊 但是它的紫调不会很多 大部分还是红掉在里面 薄涂的话啊 它有那种静面感 然后附着度啊 比较高 能盖住你眼神 能盖住你嘴上的深唇 然后斑驳 定着都能盖住 然后整个人呢 看起来啊 比较适合春天 和春天的花花朵朵啊 它是比较搭配的 然后我有看到有一些博主或者UP主说 这个唇又是沉默的 我在这儿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个唇又不沉默 不沉默 就我自己查着时间点 不管是2分钟 3分钟 5分钟 8分钟 10分钟 它都是不沉默的 不沉默 实名认证啊 不沉默 然后它是属于七光唇药 我拉这么近的 原因是告诉大家 它的覆盖力很好 然后它又像唇蜜一样滋润 然后也有那种波泥唇的效果 但是它呢 不沉默 不沉默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3分钟以后的样子 这样的唇药就叫做不沉默 不沉默 那另外3支呢 都是唇蜜 都是唇蜜 是这3个品牌的 第一个是Integrate的 这个颜色呢 我觉得啊 就很淡很淡 然后它的严浊度相对来说 中等偏下 但是涂在嘴上 有润感太强大 如果你是一个润唇的话 和我一样不太喜欢唇蜜的人 我就不建议你接触 但是涂出来呢 我还是很习惯的啊 就你把它叠加在 比如说你橘色的口红 粉色的口红啊 你涂在之后 你再把它叠加在上面 既能盖住你的唇色 也有这种玻璃唇的效果 对 另外一支呢 是Tymic的这一支 色号是02号 也是 它说它是长唇叶 我觉得它也是唇蜜 然后它也是比较淡的那一种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多淡啊 特别特别淡 也是不能单独使用的 它的游用感呢 我觉得啊 比Integrate的 会更重一些 更重一些 那它的颜色的话 比较淡 就比如说和你的口红叠加使用的话 没有什么区别 然后它们两个都是不带闪的 那第三支呢 也是这个牌子 叫做CTIFF 还是C什么的 我那本是看到这个包装 这个颜色我感觉挺好看的 所以我就买了 然后图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呢 我就唇用呢 我就不太喜欢了 因为这前面这两支 都还好 虽然它油润啊 这一支它会拉丝 就会拉丝 大家能看到这个拉丝吗 但是这种拉丝呢 它相对前面两支来说 它就会更润很多 如果你是一个干蠢 希望滋润化的位置 那你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它 它具有一定的黏着度 但是呢 它涂开的颜色啊 还是比较淡的 大家能看出来吗 我这三支唇蜜啊 几乎区别不是很大 我个人觉得唇蜜这种啊 你更多的选择是它带闪和不带闪 颜色上面呢 叠加以后 区别不是很大 大概就是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比如说我这张图片 然后我稍微给它加了一层 透明色的萌板在上面 偏红的萌板 偏橘的萌板 偏绿的 偏橙的 一小层那种 透明的萌板在上面 给它看一下 就感觉是这种效果的区别 实际上我感觉不是太大 你就根据你个人啊 你喜欢哪一个自己 你从哪一个入手 那我这三只的话 我可能最喜欢的是看妹的吧 但是对于我来说 就唇蜜这一类的质地 我不是很喜欢 但是喜欢日气彩妆的妹子啊 唇蜜一定是你入手的必备单品 特有其料會 是不管滑 ??? 何一件事 都让你带来上我的 去的一头 你真瞭了 还都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